我进行了一个切除 专家团队 然后就是从3月17号开始 一直在精心的呵护着青池 可是 在3月23号还是 3月23号青池还是走了 还是没了还是走了 而这个 这个场坑组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长套蝶 是什么病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大熊猫的这个长套蝶 是比长坑组还要更凶险的一个 就是说胸腹腔的 腹腔的一个急症 就是这个长套蝶 就是部分的肠管 以及那个肠细膜套入 其相连的肠腔内 导致腔内容物通过障碍 极其引起肠穿孔 肠坏死 腹膜炎 甚至休克 所以能留给人类的一个抢救的 一旦得上这个长套蝶 能给人类抢救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短的一个 所以就是说青磁 青磁的这个病 青磁的这个病是卧龙神术瓶 手术了两次手术 两次手术 两次手术 并引发了二次梗阻 而青磁的这个病就是中心这些年来发现和经历的第一个大熊猫 长梗阻 并发长套蝶的病例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例 所以不要怪就是说为什么没有救回来青磁 所以说别怪为什么没救回来青磁 然后因为这个是这些年来发现的第一个大熊猫 长梗阻 并发长套蝶的一个病例 是第一例 应该是第一例发现的 所以就是说 才会没救回来 它要是一个长梗阻 简简单单的一个长梗阻 没有诱发长套蝶的话 那么 然后就是说 青磁有可能还会救回来的 这是第一例 这是第一例好吗 这是第一例 这是他们也说了 这是中心近年来发现的 发现和经历的第一例的 第一例 然后首个大熊猫 长梗阻发长套蝶的一个病例 七七 然后长梗阻应该没有 没有引发长套蝶 但是 但是然后就是说青磁 它是在 它是在第一次手术 三月五日 第一次手术的时候 恢复的过程中 它的这个 这个长梗阻的手术 然后 长梗阻的手术 做得非常成功 在恢复期 在恢复期的时候 然后 突发的一个 突发的一个长套蝶 然后并发长梗阻 第二次来的更加急促的那种 第二次 不知道 只知道它是3月2日突发 突发这个长梗阻的 3月2日突发长梗阻 3月5日之后 然后才在恢复的过程中 恢复了 然后就是说突发了长套蝶 然后 长套蝶并引发第二次长梗阻 太难了 然后 不知道是实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得上了 得上了这个长梗阻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对 亲自宝贝 是的 是的 他妈妈是 他妈妈现在在野培 他妈妈 妈妈现在在野培 妈妈带着 带着他 带着另外一个孩子 在野培 我都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都不知道 清磁 之前清磁没搬走的时候 然后我每天我都去看 拍不拍 我每天我都看清磁了 拍不拍 我每天我都去看清磁了 没见到 没有 没有见到 清磁是 是 清磁是樱花带着的 清磁是樱花带着的 但是 春花就是你没听我念吗 你 你没听我念吗 这是 他们中心 这些年来首次遇到的 大熊猫 长庚祖 并复发长套碟 第一次遇到的 首次病例 因为 长庚祖 然后 三月五日的时候 长庚祖的手术 已经做得很成功 可是在恢复期的过程中 引发 就是突发长套碟 并引发二次长庚祖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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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走了 谢谢 谢谢 谢谢朝夕 谢谢破茧成蝶 感谢大家 欢迎大家 欢迎新晋直播间的姐姐 3月2号 3月2号 发病了 3月2号发病了 清磁是3月2号发的病 谢谢徐 谢谢徐旭